因为仍然是在中国年的期间 所以也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新年蒙恩 中国人常说一年之际在渔村 在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来到主的身保座前 我们不禁要问主对我们的教会 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托付 主对我们的托付就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3章34节 我们刚刚所读过的经文 主的话是这样说的 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 寄居外邦 把权柄交给仆人 分拍个人当做的工 又吩咐看门的警醒 请我们再次低头 我们同心献上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诗恩宝座前 用心灵神识来向你下拜 巴不得我们在这边 一切的歌颂和赞美 都能够蒙你的缘 而当我们要一同思想你坏的时候 恳求圣日主继续诗恩在我们当中 引导我们每一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 祷告交托仰望 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在这个地方 提到主人离开本家的时候 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把权柄交给仆人 第二分拍个人当做的工 第三吩咐看门的要警醒 这节经文虽然是用一种比喻的手法来去描写 但是却告诉了我们 主今天对你我的托付 对教会的托付的三个层面 首先圣经的经文对我们说 主把权柄交给仆人 这里这个经文所说的这个仆人 当然不是专门指责牧师或者传道人 因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我们每位属主的儿女 其实在我们身上都有着双重的身份 首先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此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这位天上的父亲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我们也是他的臣仆 因此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 一个作为神儿女的要爱我们的父亲 要爱我们的天父 要来爱他 不但如此 我们也是他的仆人 而对一个仆人的要求 就是我们要向这位天父 向我们这位主来敬重 所以爱他 忠心于他 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努力 所追求需要长进的 经文提到 主把这个权柄交给了我们 请问主把怎样的权柄交给了我们呢 第一个权柄就是做神儿女的权柄 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约安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 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圣经清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把做神儿女的权柄交在我们的身上 而这样的一个应许 不是空口说大话的 乃是有着实权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所敬拜 我们所服侍的神 乃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 这位神 他创造宇宙万物 这位神 他也创造了奇妙的人类 我们也知道 他爱我们 他肯施恩给我们 就如同历代自下十六章第九节 我们非常的熟悉的经文 那里说 耶和华的眼目遍查全地 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但是如果真是如经文这样所说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常常流露出来 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生命呢 这那是因为每一项真理呢 还有着客观的 有主观的这两方面 这客观的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所预备的 所成就的丰富的恩典 能不能今天成为你我主观的福分 主观的享受呢 那是在乎我们知取多少而定的 而知取 怎么样去知取呢 就是祷告 这个祷告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权柄 我记得很清楚 在2010年的时候 我有机会到纽约的信心圣经教会 在他们联合的下令会里面 分享神的话语 其中有一个上午休息的时间 有位弟兄走到台前 来问我一个诗人的问题 他说圣经上明明地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接着他对我说了 他已经信了耶稣很多年了 为什么他家里面的人到现在还没有蒙恩得救呢 于是我就请问他 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常常提到神这样的一个应许 为他的亲友在神的面前祷告呢 他就这样回答我 他说神的应许难道需要用祷告来成就的吗 我就对他说了 弟兄啊 这是天上的规则 这是天上的法则 凡是主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客观的恩典 都要借着祈祷 借着神给我们的权柄来向他支取的 才能够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 感谢赞美主 今天主就把这样一个个别的 这样一个个人的权柄赐给了我们 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这不是屠父虚名的 乃是有着实权的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蒙主施恩是福 我们非常的羡慕 为什么这样的恩典没有临到我们呢 可能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问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把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实权 这样一个权柄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神不单是给我们个人的权柄 神更是给我们有团体的权柄 因为圣经明明地这样对我们说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紧接着两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主亲自为我们解释 我要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一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就是指着神给教会的权柄 给教会的十权所说的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 教会借着祷告可以在地上掌权 经文说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这个词 在原来就是名词的时候 是交响乐团的意思 交响乐团的每一位团员 他们眼睛注目着这个指挥 然后求得旋律的和谐 今天我们的主要 我们的教会里面同心合一 在教会里面同心合一地祷告 在教会里面我们心生的和谐 同心合一在神的面前祷告 今天我们看见 撒旦在地上无恶不作 不但在这个属世的社会当中 也在教会里面在那里引诱 在那里让我们在犯罪上有份 撒旦为什么这样的猖狂 是不是我们的神没有注意呢 神不是不注意 神乃是把权柄交给了教会 只是很可惜 我们教会常常忽略这样的权柄 为什么我们说教会不执行这样的权柄呢 这就可以我们从普世的教会的祷告会里面 参加的人数总是少得可怜 可以看得出来 神把这个权柄交给了我们教会 只是我们教会不去执掌 以至于教会落到这样的光景 让撒旦毫无顾忌地在那里作恶 有些人就说了 为什么一定要到教会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呢 在家里面祷告不是一样的吗 但是个人的祷告和团体的祷告是不相同的 为什么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 彼得和约翰要一起在圣殿里面祷告吗 难道彼得和约翰 他们不可以在家里面祷告吗 家里面祷告岂不是更加安静 更加能够专心地祷告吗 但是因为彼得和约翰他们知道在教会里面 同心合一祷告的重要性 结果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 先就有神迹 然后有五千人信主 我记得很多年前 林道廖牧师曾经跟我提到 他的教会在1970年代的时候 教会已经有大概五六百人聚会 可是教会的祷告会他用各样的方法 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但是教会祷告会总是人数不多 顶多顶多就到了两百人就不得了了 但是他心里面一直为这个在神的面前 切一下地祷告 有一天他教会里面的一位弟兄 因着私人财务的问题一时想不开 就喝农药自杀 然后被家人发现 马上叫救护车抬到这个医院 四个抬参加的 把他抬到抬去医院的时候 这个医生一看就说 太晚了来不及了 脸色已经发心 没有办法救了 这抬参加的四个人当中 有一个是教会的弟兄 他一听到医生说没有办法了 他就说医院不可以 我们现在马上送他去教会 因为他知道礼拜三的晚上 是教会的祷告会 他们匆匆忙忙地 又把这个人送到了礼拜堂 进到礼拜堂 就看见正好领导的牧师 带着祷告的会众 会在这个台前 在那里窃窃地祷告 他们就直接把这个人 抬到讲台上 然后稍微简单地告诉了 这个林牧师 林牧师就带领全体的会众 按手在这位弟兄的上面 他们迫切在神的面前祷告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以后 这位弟兄从担架里面坐了起来 于是他们的教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 教会祷告会的人数倍增 到了四五百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说 教会是敬拜的地方 但是在我们的敬拜里面 如果失去了祷告 这敬拜是无法蒙神悦纳的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这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中国武汉冠状病毒的肆虐 我深深地相信全球的华人 不管他是居住在什么地方 或在中国 或在港澳 或在台湾 或在东南亚 或者在我们这个地方 深深地相信 没有一个华人 在刚刚过的这个中国年 心里面是过得愉快的 都是非常非常的沉重 我们看见外面有许多的正面 的负面等等的一些批评 争论等等 但是我们的主 今天不要我们去参加 外面这些喷口水的争论 我们的主 那是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学习像民宿记第十六章那边 所提到 教会全体的弟兄姐妹 拿着祷告的香炉 站在教会的立场 站在活人和死人的中间 我们全体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祷告 迫切地祷告 求神施恩 在他放入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在他审判的时候 以怜悯为患 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在神的面前 求神施恩赦免我们 也求神感动在中国的执政掌权者 让他们真是看见了过去的年日 才十日假 才教会 大大得罪的神 让他们看见在过往的年日 迫害信徒 迫害传道人 大大的不讨神喜悦 让中国的执政掌权者 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基督同样的求主来施恩赦免 求主来控制这个疫情 不让这个疫情继续地往外扩散 也求神医治中国神州大地 神不但把权柄给了我们 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 分配个人当作的功 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所以今天除非我们不是基督徒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 那么请注意 圣经告诉我们 主已经有工作分派给我们 如果今天主有工作分派给我们 但是我们不去做 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 是为空手见主 那是何等的修产 所以求主恩待 叫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神分派我们什么工作呢 神分派我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是记者在 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 那你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讲到了 是神给我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神已经给我们 在我们的身上至少有一种恩赐 除非今天我们不是神的儿女 那就另当别论 如果今天我们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神就已经有工作分派给我们 可能神给了我们五千恩赐 神给了我们两千恩赐 再不然神最少也给了我们一千恩赐 给了我们一千恩赐 我记得2013年的九月 我有机会到中国东北的家牧师 那个北大荒那个地方去培训 白天的时候在培训的学校里面 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 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开车 带我们去不同的家庭教会 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一同聚会 还记得有一个晚上天色已暗 在那个晚上我们进到一个很矮矮的房子里面 其实周围都已经盖了高楼大厦 但是我们在那个矮矮的房子里面 进去的时候那个地面 还是那个泥土的地面 进到当中的时候聚会开始的 就看见一位年轻的姊妹 走到这个风情的旁边 一面弹琴 一面带领下面的会众 一节一节一句一句地在那里唱诗歌 因为会众大部分都是比较连长的长辈 不太能够唱 所以他就一节一节一句一句地带着大家唱 一遍又一遍 然后最后终于能够从头到尾 唱完整首的诗歌 那位姊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琴弹得很好 而且带着唱的时候自证腔圆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晚上 当聚会晚结束的时候 我走到她的面前 对她说 感谢主 神给你恩赐 给你使用 她就告诉我了 她是学音乐的 她在附近的一所高中学校里面 当音乐老师 我就说 在教会里面 带长辈们唱诗不容易 她说是 在高中的同学当中带他们唱歌 很快的 他们都有底子 但是那是她的专业 她只不过用这样一个专业养家糊口 可是她说在教练不一样 这是神给我的恩赐 感谢主 我能够用神给我的恩赐 带着这些长辈们唱诗来赞美她 心里面是无比的喜乐 她甘心乐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神给了我们的托付 神把恩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不好好去经营 那么马达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那里对我们说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死了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死了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重视这样的托付 免得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抬不起头来 除了这一方面的工作之外 另外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二到二十三节 那个地方主的话这样说 有一个贵州往远方要去要德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十顶银子说 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 这一段经文是讲到神给我每一位都有救恩 所以我每一个人所得的银子 数目是一样的 都是一顶银子 大老小无期 老小无期 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使用 神给我们这一顶银子 不好好的使用 神给我们的救恩 那么有一天 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那里说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仆 你这恶仆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情何以堪 我们会说 主啊 我在教会为你做这个 在教会为你做那个 为什么我是恶仆呢 我们的主说 是的 你只做了什么 你只做了一类 那一方面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的工作 就是我们得着了救恩以后 我们要去跟周围的人 跟远方近处的人 分享这个救恩 好让他们跟我们 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 当然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 不是这样吧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 主是何等的爱我们 样样都为我们预备妥当的 不需要我们心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灵敏地这样说 神要我们去做生意 当然去做属灵的生意 是的 我们蒙了救恩 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但是我们蒙了救恩以后 就应当尽我们的本分 要把这个好消息 要把这个福音与人来分享啊 善用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恩赐 来报答神的大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请问你 当你蒙了救恩以后 你有没有去跟周围的人 跟远方进出的人 分享这福音的好处呢 我记得有一年 我到中南美洲的 哥斯达利家 在那个地方短讯 其中有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们是安排到一个餐馆里面去 那个餐馆 在每一个礼拜的那个时间 是有一个三出团契 这个三出团契 是专门为那边的一些赌徒 预备的 就是说带领他们 盼望借着这个团契 他们能够悔改信耶稣 并且从赌博的当中 回转过来 所以这是那个三出团契 那天我们去的时候 稍微早了一点 这个餐馆的主人 这个餐馆的主人 就坐下来跟我谈话 他谈着谈着就对我说 牧师我带你去看 他就带着我 拉着我到他的店门外去看 他就指的对面的 一个三层楼的房子 他说你知道吗 这栋三层楼的房子 曾经是我的 曾经是我的 那个时候我刚刚从香港来 含辛茹苦的 在这个地方经营餐馆 然后好不容易的 积赚了一些钱 买了这三层楼的房子 这个一楼就住我的餐馆 二楼就住我们的住家 三楼我就把它放些 一些物品等等 可是他说在哥斯达利加 这个赌场是每天24小时开放的 随时去赌都可以的 所以他说他在餐馆里面 这是闷得很花芳 所以只要餐馆里面 有半个小时 甚至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都偷偷地溜去赌场 去赌 一天赌两天赌 结果不知不觉 就把这三层楼的房子 全给赌光了 宣教师来 把福音带给了他 他信了耶稣 在神的面前流泪 认罪悔改 他从赌场里面出来 知道自己过去错了 所以他就靠着神的恩典 从头再来 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的 然后终于又积赚了钱 买了现在的这栋房子 这栋房子 比原来那三层楼的房子 更加的大 更加的高 更加的大 他就对我说了 他说 其实当我买这栋房子的时候 我是有力量 也是有机会 可以重新 把我原来那栋房子 给买回来的 但是我没有 我要留着 作为我的见解 每次当我开店门 开他的餐馆门的时候 他就忘记对方这栋房子 他知道过去 他是怎样的败坏 神怎样的 从那些光景里面 把他拯救了出来 今天 他每一次看到 这栋房子的时候 他就感恩 他就重新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去把那些过去 跟他一起参加赌博的人 一个个劝他们来参加 这个团集的聚会 让宣教师有机会 把福音带给他们 他说 他每天都做这个工作 他哭口婆心地 劝他的朋友 回转归向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我们要神的恩典 我们有没有去跟周围的人 传这个福音 不能够单单地 自己得门恩得救 也求神恩待我们 接受我们门恩得救 让我们的亲人 我们周围的同事同学 我们所要好的朋友 跟我们一样 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再请问 当你蒙了救恩以后 你有没有实际的参加 宣教传福音的工作 如果你说 我没有时间去 那我再请问你 你有没有为这样 宣教传福音的工作 献上祷告呢 是的 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都有时间可以去 但你至少可以在 祷告里面 纪念 宣教传福音的事工吧 也许你说 我还是没有 那我再请问你 你有没有在 在你的奉献当中 特别奉献 为宣教传福音的奉献呢 是的 是的 最好是人去 去传福音 再不然也求神恩待我们 用祷告来拖住宣教传福音 再不然也求神帮助我们 虽然这是一个赐好的 但是却是蒙神所喜悦的 让我们在经费上 能够参与奉献 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一毛钱都不能够带离这个世界 为什么不现在好好地使用 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 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积财宝在天呢 圣经不但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把权柄给我们 我们的主分派工作给我们 这是讲到我们在 就讲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 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 吩咐看门的警醒 吩咐看门的警醒 这是讲到对教会的同工 对教会的领袖说的 经上说 有吩咐看门的警醒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当我们的主耶稣 讲到马可分第十三章 三十四节这个经文的时候 其实有着历代至上第九章 二十四节的背景 在那个地方 旧约里面的会幕 或者旧约里面神的殿 需要有看门的人 东南西北四方都有守门的 更告诉我们说 这四个门领都是立位人 各有要紧的职任 看守神殿的仓库 他们住在神殿的市围 是因为委托他们守殿 要他们每日早晨开门 每日早晨开门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神不但给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给每一位基督徒 有托付交给我们 神更是对着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同工 祂有托付给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说 吩咐看门的警醒 首先要看着殿门 神的殿是圣洁的地方 需要有人看守 不让外邦人 还有那些还没有受割离的人 私自进入 根据传说 他们每一天晚上 有看门的总管 要去巡查的 如果看到有一个看门的 在睡觉 不尽责任的话 那个人就要被鞭挡 不但如此 还会把他的衣服给拿去烧了 让他赤身露体 这帮助我们了解了启示录 第十六章 第十五节那里所说的 看啊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看门的 自然而然就是指着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同工们 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圣经要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同工呢 要看店门 这告诉我们说 看门的要警醒 不让那些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 进到主的肢体里面来 这个不是说 不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来到我们的教会和我们一同聚会 不是的 而是说 当我们要请这些朋友 成为我们的会友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会友的时候 请记得 一定要带这些木道的朋友 清清楚楚地办好救恩的手续 清清楚楚地接受耶稣基督 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看门的第一件应该警醒的事情 也许我们会说 耶稣不是要我们爱人吗 那要 是啊 要我们爱人 如果有人进到我们当中 怎么样才能够表达我们爱他呢 我们就是要把最宝贝的 耶稣基督的生命 介绍给他 让他和我们一样 办好这救恩的手续 如果我们糊里糊涂的 就让他成为我们的会友 他就以为他也是基督徒了 有一天他要进天堂的时候 天堂门口的天使说 你不可以进去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他还没有办好这救恩的手续 请问 这是爱他还是害他呢 所以求主恩待 记得我们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 牧道朋友 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要清楚地带着他 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不但要看这个店门 再来要看这个仓库 看门的人 同时要看守圣殿里的仓库 也就是说要看守教会里面的经济 教会里面的奉献 不管是收入或者支出 都需要圣洁 都需要圣洁 因为教会是圣洁的 不是任何人的钱 他给的钱 我们都可以收 凡是还没有办好救恩手续的金钱 我们必须要委婉地拒绝 真言十五章第八节那里说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证悟 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又说 恶人的祭物是可证的 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 恶人 恶人不是指的那些杀人放火的人 才是恶人 圣经给了告诉我们的定义 诗篇第九篇第十七节那里说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人 今天世上很多的人 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 他们每天有丰丰富富的这些享受 他们以为是自己的本事 他们忘记了这一切都是神的事与 世界上很多的人不知道 有忘记了神的恩典 但是请记得 今天我们属神的人 请问我们是不是常常有忘记了神呢 请问每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做谢饭祷告 请问每一次做自己个人或家庭 或者教会重要抉择的时候 是自己在那里做决定呢 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 让神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呢 如果我们自己做决定 请记得圣经的话 这就是忘记神的人 求主恩待 让我们教会里面的经济 收入和支出都是圣洁的 也就是说每一位奉献的人 他们都是清楚接受耶稣基督 牢牢记住神的恩典 心被恩感奉献在神的面前 而这每一笔的支出也求主恩的 让我们警醒在神的面前 使用每一笔的奉献 好叫主的名得荣耀 因为这些都是分别为圣的 要看仓库 再来还要开店门 要给弟兄姐妹 给牧人开门 这里其实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很清楚 在圣经启述里面 牢底家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把主赶出去 让主站在门外 不给主开门 但是我们的主 仍然是蛮有忍耐的 虽然牢底家教会里面的人 不开门 我们的主仍然不走 继续站在门外 继续不断地在那里扣门 对他们说 对不起 圣经启述路三章二十节那里说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 我要进到他们那里去 我与他 他和我一同作息 感谢赞美主 神仍然在那里不断地扣门 只是 牢底家教会开门的人 仍然不给主开门 结果怎么样 在旧约雅各 第五章第六节的经文 就告诉了我们 旧约雅各 第五章第六节那里说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 我的良人 却已经转身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神不守舍 我寻找他 竟寻不见 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的忍耐是无限的 但我们的主的忍耐 却不是无敌的 这个女子 就是指的教会 她起初不开门 等到她的良人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已经走了 这个教会才开门 但是再也找不到她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 就讲到小雅西雅的七间教会 小雅西雅 就是指今天拖起那个地方 如果今天我们再有机会去到那个地方 一天教会都找不到了 难道主在当时 没有在他们的门外 一一 他是一定继续不断地在这里扣门 但是扣到后来 仍然没有人为他开门 我们的主只好离开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会不服气 我们说 什么时候我们不开门 我们的主不能够进来呢 我记得我在神学的时候 神保罗牧师讲过一个见证 他就讲到他在牧会的时候 在教会开长职会 每次当开长职会 开到就是长职事情 争来争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产生共识的时候 神保罗牧师总是就说 我们没有办法产生共识 我们求主来为我们做个抉择 我们下来祷告 他就带着长职们在开会的会场 都跪下来 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一直到在祷告里面产生的共识 长职们再起身 是的 求主恩待 让我们每一次的讨论 让主我们实际的主席 让主带领我们 做一个和神性意义的决定 和神性的决定 不但要开店 还要与主同在 心甘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 如果今天教会要蒙福 如果今天我们盼我们的教会 能够增长的话 那么有一个秘诀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有一个秘诀 就叫使我们同在 就如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 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只有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 才能够蒙恩蒙福 只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教会才能够增长 才能够讨喜悦 但是在圣经里面 清楚地告诉我们 哪些事情 是能够神与我们同在的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履行 神要我们履行的条件 神与我们的允许 才会临到我们的教会 圣经就告诉我们 如果要神与我们同在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遵行神的话 最后当我们的教会 遵行神的话的时候 神与我们的教会同在 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 相爱的时候 神就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的教会 分别为圣 不占人色素的时候 神就与我们的教会同在 如果我们的教会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的时候 神就与我们的教会同在 所以求主恩在 我们教会的同工 我们教会的领袖们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进行祷告 看看我们的教会 不能够蒙神是福 神不与我们的教会同在 是不是我们在 遵行神旨意的事上 有所亏欠 是不是我们在 弟兄姐妹 彼此相当的事情上 有所亏欠 是不是我们在 分别为大大的得罪的神 是不是我们分门结党 没有同心合意 来兴旺主的福音 恩待 救主恩待 让我们真是把那些 能够让主与我们 同在的调言 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力量 来去遵行 凡事不能够让神 与我们同在的事情 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 把它从我们的教会里面 排除掉 以至于我们的教会 实实在在 成为神与我们 同在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把2020年 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看见2020年 是一个 博具挑战的一年 求主恩待我们 神已经把全品 给了我们美味 让我们懂得 在我们个人的祷告上 我们要进行解力 不但如此 我们要来参加 教会的祷告会 好教教会 甚至能够靠着主的恩典 向神推进 向前推进 也能够使用 神给我们教会的权柄 赐退撒冷魔鬼的作为 也让我们 每位弟兄姐妹 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好好地运用 以至于在教会的圣工上 彼此美好的配搭 但如此 也在宣教传福音的事上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缺席的 求主 真是提醒我们在座的 长子同工们 求主恩待 为主的名的缘故 也为了教会 我们真是警醒在主的面前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 你有把2020年 摆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 过往的年日 都是你的恩典 我们直到如今 我们在你的面前 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 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2020年 我们也预先献上我们的感恩 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 接着你今天所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文 你亲自地告诉我们 你把权柄给了我们 你分排我们每一个人当做的工 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警醒 主啊 把不得你的话语 继续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 对我们众人说话 主啊 好像我们面对2020年的时候 我们不会手忙脚乱 我们乃是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 谨守遵行神的话 来迎向2020 把不得主的名 在2020年 得着你当得的荣耀 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 在我们每一个家庭 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 得着你当得的荣耀 我们这样恭敬交托 祷告仰望 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祂是奉静的名求 阿们 祂是奉静的名求 奘